然后检方也查到了这个查扣了都发局 2020年4月份的一份便监 这是当时柯文哲写给副市长彭震生的 写什么呢 大家仔细看 镜周刊 你知道这个镜周刊连日来的报道 感觉上都是跟检方合作 要杀柯文哲的 但是这个杀好像杀到脑袋有点糊涂 对不对 上面写什么便监说 柯文哲写to彭副市长 他们的结论是什么 原则很简单 公务员不坐牢KO 公务员不坐牢 对不对 这很清楚 所以柯文哲的指示就是不要违法 如果违法的话 公务员要坐牢是吗 所以镜周刊独家 镜周刊被渗透了吗 委员 镜周刊在帮柯文哲辩护 是 角色突然大反转 对 镜周刊跟台北地检的关系 一向很密切 都可以拿到很多别人不知道 比如前一段时间 说陈佩奇拿了什么700万 交代不清 还拿去什么ATM放 对不对 后来陈佩奇说没有700万 就170万 然后还说 但是这已经形成一个既定印象了 对啊对啊 可是有成千总是比没有好嘛 还说这170万的来源是他爸爸的首尾钱 那可是镜周刊也没有出来反驳 然后那个北检也没有出来反驳 而且陈佩奇还说 这个北检说 你那个是爸爸的首尾钱 我不信 那北检也没出来反驳 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啊 那如果检察官这么说 你这个170万我不信 你检察官查啊 这还不容易查吗 到底他爸爸也没有走啊 走了兄弟姐妹 有没有拿到首尾钱啊 这有什么好好的 是我信不信的问题 那如果是这种态度办案的话 坦白讲 基于司法改革立场 很多人都能 委员我觉得中间 有没有一些法律责任啊 因为这个案子在侦办当中嘛 因为检察不公开的意思 就是检察官不可以对外泄漏秘密嘛 现在显然在带风向嘛 对所以你想想看 以前黄世民检察总长 稍微泄漏给马英九的话 黄世民就被抓去关了 不是吗 那现在你这个台北地前 整天泄漏给静周刊 算静周刊的通天本领 有人要泄漏给他 他为什么不等 其实是怪静周刊没有意义啊 为什么 有人泄漏给他啊 那调查局监察院 还有这个司法院 法国部要被调查一下 谁泄漏给静周刊的 现在可以用一些手段 来禁止这种行为吗 当然可以啊 多年来就是这样的 以前是周一寇 他们已经习惯了 可是侦查不公开 的意思是说检察官不可以 泄漏侦查的资料嘛 不然黄世民抓去关什么 他是对你不公开 对他的人公开 对嘛 这样就不对了嘛 所以我是觉得法务部也好 司法院 监察院 立法院都要就这事情进行调查 进行了解 那可能他急忙之间弄昏头了 比如说那个变迁 那变迁不是对柯文哲非常有利了吗 非常有利的一个 他的意思是说你看柯文哲真的有指示 这个彭 彭副市长 内容是告诉他说你不要违法 他才看到变迁他就很冷 你看柯文哲真的有指示 还有刚才那个高院的财定 这个我们拿出来看一下 对刚刚来导播 刚第一张高院的那个财定书 来拿出来看一下 财定书我跟大家说明一下 对 听一张讲的 有没有有没有 有没有听到吗 有没有听到 对听到回我一下 要不然我会以为耳机坏掉了 那个也不用打圈圈 这两个我都认识了 一个在朱雅虎 一个在应小微嘛 那朱雅虎 他是我忘了什么说 他是一个 能够横跨不同市长 不同党派都担任 兵役局局长的人 那听说是跟 丽将军蛮熟的一个人 到温丽将军 因为我认识他 但是我不熟 应该只能说 我觉得有互动 但是没有来往 然后他跟英小微的 对话记录啊等等 这跟什么 这跟沈信心行贿有关系 那你要证明说 这个钱有没有到什么 有没有到柯文哲身上 你右边画面应该要放这张 因为我原先在讲这张 好不好 因为你就是要证明说 这个沈信经 有拿钱给应小微 或者是透过朱雅虎 朱雅虎也没有被收押 也不是当事人 都没有 问完就走了 所以你是谈 这个有什么意义吗 对 朱雅虎有 到现在有没有 有没有被收押 有没有被限制 都没有啊 对 那你谈这有什么意义呢 对 那你如果说 朱雅虎真的有问题 你现在想要 把朱雅虎抓来当证人吗 或者扣押下来 当这个相关 你也没有啊 那没有以后就是说 哎呀对本案情节毫无所惜 跟前面无关啊 你讲前面老板 我不想要高院 这个裁定是什么写的 朱雅虎跟应小微对话 然后这个 这个行贿 沈信经行贿 应小微犯罪嫌疑重大 但是应小微的事啊 然后后面来转折一下 说被告主张 这个他没有那个专列理解 这个都委会的决议 所以毫无所惜 能有救命的必要 你现在问说 你到底知不知道 你有没有专列 要不要弄一张考卷 考一考 柯文哲说 你倒不知道 那个奖励 奖励龙基力 什么算的 我跟你讲 大部分都不会算 因为那个是比较专列 我不能有任何市长会算 除了那市长 以前是搞建商出身的 大概只有委员搞得清楚 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 因为那个他比如说 20%不是一次给你的 他会算说你公共空间 什么几公尺几公尺 那给你几% 然后这个什么都市计划 什么都庚什么给你几% 加起来20% 他是这样的 他不是一次给你20% 所以才会有说 每一次奖励龙基力 有人12% 有人15% 有人18% 不是整数 不是整数 从来没有这种整数的 但平均 我问过建商工会 平均大概都15% 那你说哎呀他都给了5% 所以就图利罪 我也听不下去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你柯文哲有收钱 那你柯文哲绝对不对 就是你给好处给老百姓 你也不可以跟老百姓收钱 这是收费行费的嘛 所以他讲的是说 救命的必要 然后这个原审就是地方法院 台北地方法院 没有就检察官提出的全部市政 以综合评价 到底是这个检察官的全部市政 原审都没有综合评价 就是好像有漏掉什么东西 没考虑 然后这个好吧 这是考虑吧 这也没什么好争论的 然后拒认检察官为市民被告 反以犯罪嫌疑重大 就检察官没有把柯文哲犯什么罪 有什么基本的证据给说清楚 所以要求说你再弄一次弄清楚 不过这个有点的草率 平常讲我是觉得 这样一个裁定有点草率 没关系我们就照法律程序来嘛 法律程序就是说 要再开一次台北地方法院的积压庭 那这个时候台北地检 跟柯文哲跟柯文哲律师 就要再对驳公堂 再讲一遍吧 所以郭正亮是告诉柯文哲说 少说话 庭外少说话 为什么 因为前车之见 这个郑文哲 我觉得他有听进去 郑文哲 这个第一次积压庭 这个被释放 第二次积压庭被释放 出去他大概很开心 赶快跟他的助理 发个简讯 但他忘了他的助理 也是同案的被告 所以检察官就抓住他说 你看你勾出来勾出来 所以郑文哲的罪行 是贪污 是行贿 这个被指控的罪名 是成立的 但是有没有逃亡 有没有篡证 就那一封简讯就变成篡证的证据 所以他叫说 柯文哲少说话 keep silent有话到庭上说 他除了那一放出来第二天 忍不住后来还是讲了四分钟之外 四分钟还好 今天就比较嘻嘻哈哈 又回到原来的柯文哲 应该是有 他有听进去 那当然这个 靳周刊的角色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引发了很大的质疑 因为连日来成篇累赌 都是用独家的形式 然后你就发现来绿媒 来绿媒的报道 也丢出来给我看一下 就好像不知道 靳周刊变成了统一发稿中心 或者是说 这个检方变成了发稿中心 靳周刊一灯 你看各媒体开始引用 都用的是肯定句 肯定句 早知道送进化诊 怎样今天查获什么 他都是用肯定句 有没有 通常我们媒体如果说是 你采访的不是太肯定 你会用个传 疑或是加个问号 他都用肯定句来报道 所以请问一下 北检站出来 北检你在违法 你在做违法的事 小心被关 然后他一报道之后 有没有 绿媒新闻台就开始 一个一个的 当然这个绿媒胆子 比较小都会打问号 这比较像是一个 这个正常的操作 那所以从这个中间的脉络 你就会看到 柯文哲讲的 这是个政治案子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中央统一发稿中心 又来了 好来 回去之后 我们稍后来看一下 当然这个民众党 也开始讲 这个变监是真的吗 如果是真的 这是被捡给特定媒体 但是检方办案办到婚 那柯文哲的变监很简单 告诉你不能违法 公务员不能坐牢 对不对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